好 关注南韩积极自立研发军备 南韩这次公开了反无人机的雷射狙击设备 以防范北韩无人机进犯 南韩国防部在7月31日公开 发出10秒到20秒光束 就可以烧毁无人机中的引擎或其他电子设备 击落的小型飞行器 南韩同时力拼要做军火大国 包括K9自走炮 天武 多管火箭系统 都得到了海外订单 波兰也计划增够K2黑豹战车 而且推动授权可以在波兰当地生产 发射指令一下不到两秒 无人机立刻着火 向下坠落 南韩防卫事业厅7月31日向媒体首度示范 国产雷射防空武器 雷射探索 通用车软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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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 这一外形宽高三公尺长九公尺的深绿色四方体 正是Block 1雷射武器 只要供电它就能追踪无人机软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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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 应对北韩无人机渗透 2019年到2023年 投入871亿韩元 开发这项雷射武器 和炮弹不同 既没有落弹风险 也无噪音危害 就算在市中心也能使用 防卫失业厅 今年6月 以汉当地国防工业大厂 韩华公司签订合约 正式投入批量生产 预计今年就能导入军队使用 不知开发新武器 首尔当局积极发展国防工业 目标2027年将南韩 打造成第四武器出口国 像是K9自走炮 炮管长射程远 防御程度近似于战车 费用还相对较低 成为欧洲军武新宠 南韩国防采购计划管理局 7月中宣布 K9生产商韩华公司 以汉罗马尼亚国防部 签署了总价值1.3兆韩元合约 购买包括54门K9自走炮 36辆K10弹药运输车等武器 这一世纪澳洲 埃及和印度等国之后 第9个引进韩产 K9的国家 而号称韩版海马斯的K239天吴多管火箭系统 同样也是含华生产 天吴发射器带有两个发射吊舱 可使用三种类型的火箭弹 2022年向波兰售出218套后 今年第二季 波兰再次签下订单 购买72套天吴系统 价值约2兆韩元 有天吴和K9自走炮 全面出口海外的业绩 韩华今年第二季 综合营业利润 初步推估为3588亿韩元 比去年同期成长356.5% 创有史以来最高季度业绩 韩华乐观预测下半年订单 估计不会减少 因为自家生产的AS-21 红蜘蛛Redback步兵战车 潜力不容小觑 最新一代的装甲火炮和飞弹 提供士兵所需的防护 机动性和火力 澳洲陆军去年确定 选择韩华设计的红蜘蛛 作为将来步兵的主要载具 和火力支援车 之后韩华便不断收到 来自中东和欧洲国家的询驾 南韩K2黑豹战车 同样也受到欧洲欢迎 搭载1500匹马力引擎 路面上急速每小时70公里 配备自动装弹系统 波兰国防部日前透露 震撼南韩就增够180辆K2主力战车 协商中最快9月就会签署协议 其中部分战车还将在波兰本地生产 韩方承诺尽速推动技术转移程序 布置强化两国合作 同时提升国防产业发展 推动南韩激深军售大国 TVBS新闻正好报道